一早会儿 这是小日子最奇葩的忍痛挑战节目 国孙的节目组邀请一人参加按摩忍痛挑战 只要能够获胜就能得到500日元的巨额奖励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为了这500日元 最后就连按摩室都差点凉了 这位大叔抱着忐忑的心爬上了按摩床 可按摩室后确实在正常的给他按摩 这整个大叔有点不贵了 随后节目组又安排了一位漂亮的妹子过来 借着第一集难度的按摩挑战也正式的开始 然而这对于大叔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还有心情给妹子做鬼脸呢 然而下一刻 妹子看大叔的反应 并没有那么强烈 就拜托按摩师给大叔脚上管身的穴位 重点的照顾一下 接着按摩师傅就开始发力了 就算是这么疼了 大叔依然在那死鸭子嘴硬的坚持啊 这货都被按得开始翻白眼了 为了这500日元也有点太拼了吧 随着按摩师一番专业的操作下来 大叔现在是死的心都有了 最终大叔彻底放弃了 紧接着就轮到妹子了 见到这么可怕的结果 妹子现在只想回家找妈妈 然而就算节目组想换过他 糟这么大碎的大叔也不可能让他跑了 随后按摩师深吸一口气 按摩就开始了 并且还伴随着大叔的口臭攻击 这又疼又臭的都让妹子开始装黄了 对着大叔就是一顿攻击 话说你就不能用点力了 然而大叔确实没想换过他 凑近妹子又是一顿高频率输出 经过两人的轮番攻击 妹子已经是丢掉了半条命 按摩师从业多年都没有按得这么开心的时候 随后妹子和大叔感觉 也应该让按摩师也体验一下 接着师傅为了这五百余人也是拼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大叔确实爬上来了 直线就近距离来的一发口臭攻击 大叔的这一番高端操作 直接导致按摩师强制下线彻底凉凉了